看看這個怎麼發布還有它專案的這個 匯出啦這些功能 你先看一下右上角 Publish就是一般我們講的發布 你把它按一下呢 你可以選擇 幾種方式 第一個 你發布之後呢就放到你我們講的Local的就是電腦裡面的 資料夾 指定好一個就好了 他就變成標準的網頁 第二個 他現在呢 有提供什麼 就是Beta的服務也就是說 你現在也不用找網站了 網站空間 虛擬主機 你自己決定前面這個 有沒有 決定好了 如果沒有人用 那就 傳上去 你就跟Google寫作平台一樣 給人家這個網址別人就可以看 只是他目前是Beta 所以他很清楚告訴你測試用 也許以後他比較成熟的 他也許這個會變成收費的 也有可能 就是一部分免費一部分收費 這有可能 因為這樣子的話他可以做的東西就更多 好那你往下看 一般如果你是外面申請的 大部分我們現在 傳到網站上都透過什麼 FTP File Transport Portocle 就是檔案傳輸協定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帳號密碼 打進去就好了 這樣了解 那未來 如果你的網站有更新 你這個地方 就可以把它勾起來 只 上傳有改變的就好了 對不對 不用整個網站重新上傳 你就上傳有改變的就可以了 這樣有了解了嗎 你就可以從這邊發佈出去 發佈出去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專案的部分 我們剛剛是從這邊 網站 點一下 你就可以從這邊進來 對了 剛剛還有同學問到那個樣式 有沒有 就是文字的那個字體啊 是在這裡 編輯網站樣式家 有看到那個大小的嗎 有沒有看到 還有文字的大小 標題 大標小標文字選單 是不是都有 超連結的顏色 還有基本上按鈕的顏色 都在這邊 當然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 Style呢 也是要看範本 有的範本 比較舊的範本 沒有這一支 新的應該都有 就是你可以制定 可以制定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 這個 剛剛是不是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邊有一個 歷史紀錄 有看到了 按一下 你什麼時候編輯的 什麼時候存檔的 你可以隨時再怎麼樣 回到過去 這樣撩敗 從這邊 再來 因為我們是單機嘛 所以如果你要交給同學 交給其他的 合作的同學 或 夥伴 你就按匯出 有沒有 他就會幫你把這個網站打包 你有用到的 這個檔案 你的專案檔 我們把它打包起來 比如說我這邊做一個 好 我做一個資料夾點進去 OK 選好之後他就開始幫你輸出啦 好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說有個錯誤好像有 檔案扣不過來 這應該是全線的關係啦 所以我沒關係 我就 繼續就好了 好了 已經輸出好了 我現在呢回到我的桌面來看一下 回到桌面 這裡 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這邊 有沒有他的專案檔 他的專案檔 那 還有一個 你這個網站的 縮圖 另外呢 各位你的財產都在這裡好嗎 因為我有問到幾張圖片有沒有收集起來 所以 專案檔有了 圖片有了 還有 你的網站的縮圖 有沒有都在裡面的 現在呢 如果你要匯進來就從這邊 因為匯入就會匯出 所以你看我們從這邊 一樣找到檔案 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產生新的 有沒有一個叫匯入 你就找到那個專案檔匯進來就好了 雖然他沒有多人協同的功能 可是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做轉移 對不對 你就不用擔心 我這台電腦還沒做完 我要移到別的電腦去 就像這樣 所以剛剛有同學聽到 可不可以在手機上同步 就是你把專案檔 複製好這些檔案 扣過去 那你在手機上用APP開 也可以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可以喔 來還給各位囉